如果你的鱼缸水体变成这样该怎么办 别小看这缸水 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量 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部分鱼有在初期养鱼过程中 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这缸水是我人为故意制造出来的 便于大家对照时操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对很多养鱼老鼠来说 它就不算什么问题 或者压根就不会出现的问题 第一个 鱼缸上的油膜 很多清晰可见对吧 这也是很多新手鱼有问的 鱼缸有油膜怎么办 这种情况的出现 多数是因为你的鱼缸过滤 没有除油膜的功能 我的油之前拿掉了 把这个除油膜头放上面去 油膜很快就会被吸掉 如果你的过滤不带除油膜功能 动手能力强的 自己加装一个 实在不行 加一个油膜处理器 或者直接像这样 挂一个小瀑布 小瀑布它有除油膜功能 还能增强过滤 个人觉得这个小瀑布 比油膜处理器要好用一些 办法虽笨 但是简单实用 现在咱们再来看 鱼缸水面的油膜 几乎已经全部没有了 都被这个除油膜给吸走了 同时被吸走的 还有我们一开始看到的 水面有一层泡泡 那个泡泡虽然一起被吸走了 但是治标不治本 那么泡泡是怎么产生的呢 以我这个滴流盒为例 很多鱼有用的滴流盒 与我这个滴流盒是不同的 我的滴流盒是背部 侧翼流下水 大部分的滴流盒 是这里有个管 直通下水 它会冒泡 这个泡出来 其实问题不大的 如果水质好的情况下 泡泡很快 它就可以破掉 像这个破的就比较慢了 还有个情况 泡泡出来过以后 你的鱼缸过滤循环 存在死水区 泡泡会在某个角落积压 再一个 水质不好 水质恶化 也会产生泡 再一个 没有除油膜功能 如果是因为你的鱼缸水质不好 导致泡泡不能快速破掉 变成积压 我们只需要勤换水 勤洗棉或者换棉 就能得到解决 但是鱼缸存在死水区 是需要你根据鱼缸的环境 走水和水流方向 进行一个调节的 那么这缸水的第三个问题 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出来 黄水 如果你的缸像我这台缸一样 在里面放了沉默 那么低成本解决黄水的办法 就是勤换水 如果你的鱼缸没有放沉默 或者通过换水 不能解决黄水问题的 建议上蛋白棉或者魔力镜 重复使用首选魔力镜 它的吸附功能远超蛋白棉 不光是黄水 鱼缸有一些简单的新抽 白白的杂质 都可以吸附掉 就是冲洗的时候 一定要冲洗干净 有那个黑沫子黑水 给它冲干净了 放在锅里面的上面就可以了 基本上一夜 水就能变清很多 这些东西咱们出庄都有 如果换水解决不了的 可以去看看 还有大水体重复利用 就不要去考虑什么森母片了 这一缸水呢 我就造出来这些问题 如果大家有相同的 需要解决的 可以对照视频去解决 我呢 先给鱼缸换了一部分水 养鱼 换水 勤换水 才是重点 下期间 呢 我们下期间